口齿生香,做人不慌,雅桑了吗?现在开张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桑 我问您一个问题,人类从何而来? 关于人类起源这一话题,现在普遍接受的是达尔文达老爷子的进化论 也就是说什么呢?人类是由缘进化而来的 但事实真是这样子的吗? 或许在某些人心目当中,人类起源是另外一个答案 一个恐怖神奇,而又细思极恐的答案 咱们上一集讲了苏梅尔文明,咱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个第一 比如第一个知道车楼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文明文字等等等等 可是您知道吗?最让科学家恐怖的不是这些个第一 而是一张表,一张几乎可以颠覆人类起源的表 话说啊,在1900年代,德意美国籍研究学者,赫尔曼西普希莱特 在今天那个伊拉克南部城市,尼普尔,挖出来一块石柱 哎呀,仔细一看,原来是苏梅尔时代古代君主名单列表 哎,就是著名的苏梅王表 后来啊,考古工作者陆陆续续呢,又发现了共计16份这样子的泥板 哎,而且呢,内容基本相同啊,记录了什么呢 134位古代君王的名字,城市和在位时间 您要说不就是一个君主名单吗? 啊,难不成还是个魔法书? 哎,不急,听我慢慢给您说 您看这个,啊,这上面记载的是咱们中国夏商周帝王年表 咱们当年呢,为了能够断代夏商周,那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啊,什么天文,地理,古董,文物,书籍等等等等,全给用上了 主要是因为历史太久远了 可是,啊,人家苏梅尔人很有先见之明 直接把他们的君王名字和在位时间都写好了 啊,省了不少事 不过呢,事是省了不少 却增加了更多的事 因为里面的谜团有点恐怖 第一个谜团,哎,就是这个网表上面 记载了很多君王的名字 啊,并且这些网在位时间呢,都倍长 有多长呢?啊,咱们呢,高考也不考这些 啊,我呀,就直接给您列个表,您瞅瞅 你表上的第一句记录着最早的一位王,哎,谁呢? 就是据网表上记载的这个,从天而降的阿卢利姆这哥们儿啊 在位多少年呢? 两万八千八百年 这八个王统治时间最短的也有一万八千六百年 啊,统治时间加一块呢,一共是二十四万多年 您可能会说啊,这不是胡扯呢吗? 八个君王统治了二十四万年 这不是成妖精了吗? 哎,别急,别急 网表后边啊,有解释 咱呢,慢慢说 在这八个王统治 二十四万多年以后呢 世界发生了大洪水 哎,这也是第二个谜团 您说好端端的一个古代君王名单列表 怎么就把大洪水写上去了呢? 他把君王分成了大洪水之前 啊,大洪水之后 啊,只不过大洪水之后 这些君王的这个统治时间呢 是越来越短了 说到大洪水,您是不是听得有点熟悉 啊,在圣经里面呢 也有著名的大洪水 于是呢,就有了这个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找到没呢 咱先不说啊 不过科学家研究可说了啊 在七千到八千年前呢 全球的海平面 的的确确曾经大幅上升了超过一米 哎,也就是说 大洪水的事 不是没有事实作为依据的 咱们接着说啊 这个宿美王表啊 不就是记录个君王历史啊 记录个大洪水 有那么恐怖吗 你想啊 大洪水后面记载这些王 啊,现在人类呢 考古学都已经证实了 都是真的 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王表前面的在位几万年的王 也有可能是真的 啊,并不是苏美人 虚构的 现在考古界啊 能够证实的苏美文明 最早的一位王 叫做吉尔加美什 啊,王表上呢 也记载了这个吉尔加美什 这位王 您注意看啊 老吉他老人家手腕上 这个装饰 哎,有意思 他在位多少年呢 哎,王表上记载 126年 咱们呢 不能排除老吉 是个长寿老头 啊,对吧 另外呢 苏美文明的记载啊 还算比较严谨的 加上其他的考证啊 也都算是标准确的啊 所以说呢 在位126年呢 应该不是乱写 或者是这个记载记错了 那咋这么能活呢 您呢 你别想了 哎,人家苏美尔人呢 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吉尔加美什台啊 是半神 半人 哎 苏美尔人记载啊 老吉他三分之二的血统啊 是神 剩下三分之一呢 是人 也就是说 他啊 拥有神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 他没有遗传神的圣名啊 活不了几万年那样神 所以说呢 他在位呢 也就只有126年 可怜的是呀 从老吉之后啊 所有王的这个在位时间呢 都开始大大缩短 难道说这个苏美尔人 也验证了这个 富不过三代这一定律吗 您呢 再扯了这张表啊 按照现在人的理解来看呢 这就是开玩笑吧 哪有人能活个几万年的呀 于是啊 某些考古学专家呢 就认为苏美王表 是胡写的 主要呢 是为了这个 说这个国王啊 是由这个天神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都是神 所以说呢 是不可动摇的 这样呢 是为了更好去统治 管理自己的这些子民 那有没有可能 苏美尔人 他没有夸大事实 啊 只是客观的 记录了历史呢 当然有可能 苏美王表上面 记载了一句话啊 发生大洪水后 另一位王 从天而降 开始了 新的王的列表 哎 这句话就证明了 王表的记载 并不是要巩固王权 因为有了一个神 从天而降 哎 这不就是打了 现在这个神 也就是现在这个 君王的脸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苏美王表 从某一方面来说呢 只是单纯的 记录了一个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是史实 那么最早的八个王啊 如果真的确定啊 在位时间那么长 那说明这八个王 都不是人 那他们是谁呢 据苏美人记载啊 最早从天而降的王 他呀 还真不是人 哈哈 他是来自尼比鲁星球的 阿努纳奇 根据苏美文化当中记载啊 尼比鲁星球 3600年进入太阳系一次 上面住着一种叫做 阿努纳奇人的人种 生命呢 约为地球的36万年 很神奇的一件事啊 当时呢 还出土了一块泥板 叫医疗文书 哎 就是有点像咱们这个医学论文之类的啊 据上面记载啊 苏美人治疗白内障啊 也就是眼睛看不清了啊 看不见了 治疗白内障呢 是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治疗的啊 他们呢 就是让患者躺平 然后呢 几个人合作 分工合作去去除 这个患者眼中的这个阴影 您说这不是跟咱现在做手术 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本医学论文上面呢 还记载着更恐怖的事 哎 阿努纳奇 哎 您还记得吗 就是刚刚说的 从天而降的第一个王 他呀 把自己种族的DNA 移植到了地球上面 这个致人的女性的卵细胞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卵细胞放到自己体内啊 进行培育 培育出来的呢 就是现在的人类 哎 您是不是听得有点熟悉 没错 这完全就是跟咱现在培育 试管阴影 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呀 咱们说了啊 因为阿努纳奇这个人呢 寿命很长 所以呢 最初基因改造成功的那几批人的寿命啊 也很长 但是呢 随着生命繁殖啊 几代人之后呢 人类迅速的丧失了 阿努纳奇人的长寿基因 最后呢 稳定在大约100岁左右 用一句话来形容呢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嘿 至于阿努纳奇那哥们儿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DNA 移植到当时的地球人身上 进行繁衍后代呢 这个呢 咱就不知道了 您别以为我在这里是危言耸听啊 据科学家通过大量的DNA数据采集 发现啊 97%的现代欧洲人 其实都是起源于几万年前的七个女人 不是说当时就只有七个女人啊 是说这个同一时代活着大量的这个原始女性 但是呢 他们要么是没有长到成年啊 要么呢 就是没有生下孩子 要么呢 就是生下全都是男孩 而这七个原始女人呢 不仅仅活了很长时间 而且每个人呢 至少生了两个女儿 从而呢 就开始这个线立体DNA遗传链 并且呢 一直延续到今天 像这样女人呢 非洲有13个 中亚呢 有7个啊 等等等等 共计有36个 也就是说什么呢 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 分别繁衍来自这36个不同的原始女人 那有人问了 这36个女人又是从哪来的呢 哎 他们呢 就都是从15万年前到20万年前 非洲大陆上一个叫做 线立体夏娃子这么一个女人的后代 也就是说 咱们60多亿人口 可能都源自 一个母亲 哎 至于说这个母亲 是不是来自尼比鲁星球 啊 跟阿努纳奇有什么关系呢 这咱就不知道了 毕竟阿努纳奇 好歹也是活了好几万年的人呢 您别以为 苏梅尔人就知道搞个法律 以牙还牙啥的 比如 隔壁老王 睡了别人的老婆 那么对方呢 也必须要睡一次隔壁老王的老婆 其实啊 苏梅尔人对太阳系的了解 以现代天文学知识来看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 上世纪70年代 考古学家西秦 在发掘苏梅尔文明遗址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张雕刻在石板上的星图 这上面不仅仅标注着太阳 还有地球 月亮 水星 金星等等等等 甚至还标注着天王星和海王星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颗连现代人都没有发现的星球 而一些天文学家呢 一直坚信有第九颗行星的存在 因为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个公转轨道啊 不规则 不按套路出牌 因此啊 因此啊 基于啊 基于这个尼板和这个苏梅尔文献的破译研究 考古学家西秦就宣称说 现代人类和苏梅尔文明来源于太阳系当中的第十二个天体 尼比鲁 而尼比鲁本意呢 是苏梅尔人神话传说中的神 但是呢 也有不少人不认同 比如说他们就说了啊 这块板上面 红色方块的文字写的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的名字 蓝色方块啊 写的是持有人的名字 黄色方块写的是您的仆人 所以整块板子啊 跟宇宙星图没有半毛钱关系 至于那个太阳和星球图形啊 在苏梅尔人 他们其他的这个雕刻和泥板上面也有很多啊 不能就代表说是太阳和行星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您更相信谁的话呢 咱们都知道啊 苏梅尔文明很伟大啊 咱们中国文明也很伟大 那么有没有证据证明 苏梅尔人跟咱们中国人有联系呢 有 2013年一个波兰研究小组啊 经过对350具古诗DNA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什么呢 这些人当中呢 部分人竟然和喜马拉雅地带藏人DNA一致 也就是说 有一种可能性 苏梅尔人是当时喜马拉雅地带的藏人迁徙过去的 哎 这一符合这个苏梅尔人他们黄皮肤黑头发的特征 可惜的是啊 繁荣的苏梅尔文明啊 因为城邦之间爆发战争啊 最终被外来的游牧民族 陕米特人给征服了 陕米特人啊 也就是当时这个阿拉伯和叙利亚那一片的人啊 之后啊 一部分苏梅尔人融入了陕米特人啊 建立起了巴比伦王朝 而另一部分人呢 就远走他乡消失在了历史当中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啊 文明人征服野蛮人啊 比野蛮人征服文明人更困难 要把一个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啊 得教会他使用全套的文明体系 而野蛮人要证明文明人啊 就完全不需要学习那套文明啊 就只需要懂得怎么样杀人就行了 所以啊 人们常常就很困惑 为什么文明总是会被野蛮打败 因为呢 文明啊 被野蛮打败 这才是历史的常态 文明人把野蛮人啊 全方位的变成文明人 用文明的辐射呢 来进行文明的扩张 要难得多 文化的这个潜移默化呢 总归呢 是没有这个砍一刀要来得快的啊 所以说呢 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啊 历史上遭受了这种无数次的蛮族侵袭 甚至呢 还建造了万里长城 结果呢 也就被彻彻底底瘫痪打趴下了几次 后来呢 还是自己爬起来了 所以说啊 从概率上来说 这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文明传承下来了啊 几千年没有断呢 因为其他的古代文明被断掉 才是常态呀 欢迎来尼比鲁星球做客 网站